据后台粉丝要求 在珠海市中心找一套小一点的大平城 现在我们来到现场 这个是一个酒店式的一个园林 走我们看房去 现在我们来到了实景办压板间 这个是一个165平的一个 五房两厅两卫 双阳台的一个户型 接下来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一个3米7的一个会客厅 这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吃饭 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看得到的是 我们一个优质型的一个厨房 我们整个厨房做工 也是用了德式的一线品牌 做得非常的漂亮 洗切煮炒 都是很流畅的 可以看得到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阳台 我们生活阳台呢 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一个泳池 整个小区的圆顶景观跑道 都可以看得到 景观非常的漂亮 然后接下来这就是一个4米7的一个会客厅 一个字 好 连接了我们一个将近8米的一个阳台 整个阳台呢 可以在这里 休闲 游乐运动都是可以 没问题的景观 现在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书房 连接着我们的阳台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洗手间 钢丝分离的一个洗手间 用的用料呢 都是用的大理石的一个材料 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少爷房了 少爷房呢 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观 空间感都是满满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一个酒店式的一个主卧了 一进来呢 可以看得到整个大大的一个飘窗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就牛逼了 15平方的一个衣帽间 你有多少个名牌包包都能放得下 连接的一个飘窗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洗手间的一个 衣帽标准 可以看得到 那么呢 房子我们看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马上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